1853年 梅奈德出生于美国的纽约 在1876年 为了帮助自己农雅的弟弟能够受教育 他进去罗切斯特农雅学校受训成为教师 在他的学生当中有一个男生 他爸爸是当时在中国传教的美国宣教士梅里士 这件事在表面上看来是微不足道 不过他就开启了当代中国农雅教育的先河 位于山东烟台的特殊教育学校 他的前身是美国宣教士梅里士 在1887年在登州创立的登州启音学馆 至今已经有131年的历史 是中国最早的正规农雅学校 我们可以这样说 中国的农雅教育由烟台开始 后来逐渐向全国各地推展 至于这个特殊教育又是怎样开始的呢 就要跟大家讲一段历史了 话说在1857年 当时27岁的美国宣教士梅里士 和他的妻子经过四个月的海上航行 终于来到中国传福音 很可惜在1874年 梅里士的妻子因病过身 安食主怀 留下四个年幼的子女 而其中一个儿子还因为有病 而令到他对义聋了 当时在中国没有特殊学校可以帮他 所以梅里士唯有把这个儿子 送回到美国纽约的 罗切斯特蒙雅学校读书 自己就继续留在中国传福音 而照顾这个小朋友的责任 就落在梅内德这位老师的身上 为了让梅里士知道 儿子在美国的情况 梅内德开始和他通讯 发现大家有共同的感动 就是关怀奴雅儿童的需要 让他们知道神的爱 和被人关爱的温暖 他们两个越来越感到彼此深深相忍 终于在1884年 梅内德去到烟台和梅里士结婚 之后他两夫妇来到山东的登州 看到当地的聋雅人士 特别是儿童的生活处境非常困苦 所以在1887年 他们共同创办登州启音学馆 梅内德受过聋雅教育的专业训练 为了要好好地准备创办聋雅学校 他一方面找着时间学中文 而另一方面就运用美国聋雅学校的教育方式 为中国聋雅的小朋友 编制第一本适合中文使用的教材 启音初阶 在1887年 梅里士夫妇就靠着 由美国慈善组织得来一笔小小的奉献 由一间小小的平房开始 对外招生 成为中国第一间聋雅学校 而中国的聋雅教育 也都由这个时候开始 他两夫妇为了这间学校 不停地向外宣传 四处探访 帮助聋雅儿童的家长 接送小朋友来学校上课 是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头 梅内德地说 每当遇到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 或者女生 他们的嘴因为聋雅而被紧紧地锁住 心灵得不到丝毫阳光 我就恨不得放下手上所有的一切 对他说 我好想帮你 在1895年 正当学校占有起息的时候 众生自力于福音事工 和聋雅人教育的梅里士突然去世 而他和梅内德所生为一的女儿 也都因病死亡 当时学校的经费十分缺乏 虽然经历重重的打击 梅内德并没有放弃神给他两夫妇共同的感动 凭着信心 他坚强地面对种种困难 仍然不停地用写信 宣传和演讲 呼吁赞助 为了酬慕经费 他的足迹遍布欧美和中国十六个城市 在经历了很多年的艰难奋斗之后 他最后将学校搬去烟台 开始了中国第一间正规全日制聋雅学校 这间学校的目标是 让学生得到人生的快乐 在毕业之后 能写 能算 能够谋生 自立 自养 不再依靠人 很快学校的学生就证明 他们真是做得到 成果有目共睹 在社会激起极大的正面回响 令到农雅教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支持 除此以外 梅内德对中国的农雅教育 还有另外一个贡献 就是培训合乎资格的教师 面对当时中国有数十万的农雅人 而剩下只有一间农雅学校 梅内德决定将师资培训作为必要的任务 由1898年开始 他组织了好几次农雅教师培训班 学员分别来自中国各地 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自己家乡 龙雅学校的创始人 或者骨干的老师 推动龙雅教育在全中国开展 1923年 七十高龄的梅内德光荣退休 不过他仍然关爱中国的龙雅儿童 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全校的师生 在封信的结尾 他狠切地说 我将在中国对龙雅人的工作 作为一份遗产留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继承下去 在1929年的4月19日 梅内德被接返天家 享年76岁 对于他在中国38年的贡献 曾经有人敢说 他是中国龙雅教育的先驱 他用自己存富的灵魂 开创这项工作 梅内德的努力使其他人 看到这项工作的价值 就是龙雅教育 令到那些原本无助 被忽视 甚至饱受折磨的龙雅人士 不单止得到关爱 更加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令到他们由痛苦和无助当中得到释放 有能力创造光明的人生 2007年是启音学校创建120周年 燕台市特殊教育学校在操场 特意修建了一个梅内德的数像 在大理石的座基上 写着启音两个大字 特别醒目 感谢神透过梅内德和她丈夫 创建了中国第一间龙雅学校 成为献给龙雅人的福音 回顾过去 当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 为龙雅人办学 尝试帮助他们的时候 神已经感动神职人员 在修道院研发手语 最早的龙雅教育 就是由西班牙的修道院开始 全世界的第一间龙雅学校 是由法国的神职人员创办 而美国的第一间龙雅学校 也是由一位牧师成立 在龙雅教育的起源以至发展 我们都看到神给人的感动 就是爱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祂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猜曰我宣告 秘老的得释放 核眼的得看见 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越纳人的欺怜 神对龙雅人充满爱 神乐意感动他的儿女 将这份爱彰显出来 但愿梅里士夫妇 将神的爱传给龙雅人的心智 使我们得到激励 只要我们愿意去爱 不单止会令到龙雅的人能够听见 领受福音 更要让福音传给所有还未听见的人 将那些迷失在黑暗当中的人 带入去神光明的救恩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